在做ROBLUS遊戲的時候 你還在不斷複製貼上那些同樣功能的程式碼 到每個會用到的腳本裡面嗎 身為一個專業的scribter 你應該要使用Marcho Script 今天這部影片 我將為你介紹Marcho Script的正確使用方式 學會之後你將能夠保持你的程式碼更加簡潔順暢有效率 哈囉大家好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LUS遊戲去苦於英文能力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我將每個禮拜上傳一到兩支ROBLUS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遊戲與功能施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囉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給你同樣熱愛ROBLUS的朋友知道吧 首先Marcho Script是什麼呢 我們的ROBLUS一共有三種腳本類型 Scribter Local Script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角 Marcho Script Marcho Script的最大重點就是 DIY Don't repeat yourself 不要重複你自己 跟我們以前介紹過的韓式很像 概念呢就是不要重複做已經做過的事情 這個概念可以說是在程式的世界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Marcho Script是一種能讓你保持程式碼更加簡潔乾淨的工具 例如你的遊戲裡面有一個廣播系統 可玩家可能開啟了某個事件 得到了神話裝備 成為你遊戲中的管理員等等 這種你想要廣播給所有玩家知道的訊息 在這個例子中的這三件事情 他們是有完全不同的腳本來控制的 而這些事情呢都會使用到廣播的功能 同一個功能要供應給三個不同的腳本 最直觀的方式就是 功能完成之後 我們直接複製這段功能的程式碼 到其他需要這個功能的腳本中 當然就如同我以前的影片講的一樣 只要你寫的程式 能解決你的問題 那你的寫法 就是對的 那我們script的世界裡 是更加追求整潔更加追求效率的 隨著你的遊戲不斷的變大 這樣的寫法是很沒有效率 並且是非常難維護的 就像是我們上一集影片介紹的 Service 每個Service呢 他們都有獨特的功能 各個Service的功能 他們不會混雜在一起 按照我們這個例子來說 廣播系統 就是廣播系統 它不需要跟其他毫無關係的系統 混雜在一起 我們只需要在需要的時候 才使用它 而且你未來的遊戲功能 也需要用到這個廣播系統 你的程式碼呢 會越來越混亂 如果你發現這段程式碼 有BUG存在 這就代表 你要修改的是 所有 有用到 這一段程式碼功能的腳本 這個時候 我們只要將 這類其他腳本 也經常使用的 重複程式碼 單獨寫成一個 Machoscript 我們在進行維護修改的時候 就只需要去修改 這個Machoscript 裡面的程式碼 就可以解決這種問題 首先 我們在 Explorer中 創建一個 Machoscript 在大多數情況下 我們都是 將Machoscript 放在 Server script service 或是 Replicated storage 裡面 來做使用 如果 這個Machoscript 裡面的資料呢 你會跨 伺服器端 和客戶端 那 你就要將 Machoscript 放在 Replicated storage 裡面 如果 只是要給伺服器端的 Script 做使用 那就放在 Server script service 或者 Server storage 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例子呢 我們將 Machoscript 放在 Replicated storage 裡面 創建完 Machoscript 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一段 程式碼 這是不是很熟悉呢 這裡的 Machos 變數 不就是 一個 table 嗎 一個 Machoscript 建立 就是創建一個 Table的變數 然後使用 Return 來返回 這個變數 在這場情況下 這個變數名稱呢 我們會取得跟這個腳本本身的名稱相同 現在我們將這個腳本名稱和裡面的變數都改為 SharpManager 我們在 Server script service 使用 Script 或是在 StarterPlayer script 使用 Local script 的時候呢 他都會自行運作腳本裡面寫的程式 也就是這一段 Hello World 分別是由 Script 和Local script 發出來的 那 Machoscript 與 Script 或者是 Local script 不同 他不會自行運作 Machoscript 是用來跨腳本 運行程式的工具 所以 他就像是一個 Service 一樣 必須在 Script 或Local Script的 腳本裡面呢 使用一個 前置動作 程式語法 Require 就像是 跟使用GateService 一樣 我們先建立一個 變數 SharperManager 這個變數裡面要放的呢 就是 Require 這個程式語法 我們在 Require的左右 刮戶裡面 要放的是 你要使用的 這個 Machoscript 存在的位置 那我們這個例子中 就是 ReplicatedStorage 底下的 SharperManager 那我們這邊呢 就輸入 ReplicatedStorage 帽號 WaitForTrial 然後找到 SharperManager 我們將這一行呢 也複製到 LocalScript裡面 在 Machoscript裡面 我們有三種 最常做的操作 第一個 就是 共享的 Table資料 我們可以在這個 SharperManager的 變數裡面 不管是 Array 數字索引 或字典 KeyValue 都可以 例如 你商店系統裡面的 商品資料 你就可以將它像 這個樣子 儲存在 Machoscript裡面 不管是 Script 或是 LocalScript 在 Require 這個 Machoscript 之後 我們的 Machoscript 呢 就會 Return 返回 這一個 Table裡面的 資料 所以 就像平常在 使用 Table的時候 一樣 我們可以使用 這幾種方式呢 來取得 我們剛剛在 這個 Machoscript 也就是SharperManager裡面 儲存在 Table裡面的資料 我們按下 Play來看看 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Output視窗 我這邊的Output視窗都寫得很清楚了 這個是由 伺服器端的 Script發出的 而下面這個訊息呢 是客戶端的訊息發出的 依照這個例子呢 我們就成功的從 Script 和LocalScript 這兩個 截然不同的 腳本裡面 從同一個 Machoscript裡面 取出了 同一份資料 那我們接著要介紹 第2個和第3個 我們在Machoscript裡面 常做的操作呢 就是我們的 變數和 函式 在這裡 你永遠要記得一點就是 我們要跨腳本共享的東西呢 都要放在這個 SharperManager 的Table裡面 因為 我們的Return呢 是只會回傳 這個Table裡面的資料的 那我們在建立一個 要跨腳本的變數的時候 首先要輸入 SharperManager 然後打上點 接上你要取的變數名稱 接著就是和我們平常在做變數的負值的時候 操作是一樣的 那 函式呢 其實也是同樣的動作 首先呢 我們輸入 方選 接著我們輸入 SharperManager 因為我們要共享嘛 然後輸入點 接上韓式名稱 左右刮鬍 當然 因為這是一個韓式方選 所以你可以要求這個韓式呢 需要哪一些 參數 或是從這個韓式裡面 Return 返回一個值 這樣呢 就是一個 ModuleScript中的 變數和韓式的建立了 那我們在 Script 或是 Local script 裡面使用 ModuleScript裡面的變數 和韓式也很簡單 我們只要在Require 這個ModuleScript 得到這個ModuleScript之後呢 輸入ModuleScript的名稱 然後 點 打上你要使用的變數 或你的韓式名稱 這樣就可以了 在韓式建立這裡 經常使用 Robus提供的韓式的各位 肯定不會那麼習慣使用點 來呼叫韓式 那這邊呢 你也可以使用 冒號來代替 我個人呢 是最常使用冒號的 不過要記得 如果你要 改用冒號的話 那你在使用這個 ModuleScript的 的腳本裡面呢 呼叫韓式的時候 也必須把點 改為冒號 這樣子才可以做使用 如果你在建立 變數或韓式 有輸入 Local的習慣 那你就會馬上發現 這裡就 爆了一個 紅線的錯誤 這是因為 我們放在 這一個 Table ShopManager 變數 裡面的東西 本來 就是要 分享給 其他腳本的 Local 是用來 定義 區域變數 是只能在 這個 ModuleScript的 腳本裡面 執行的 這本身呢 就不合邏輯 不過你可以設計一些 專門 只給 這一個 ModuleScript 裡面使用的 變數 或韓式 就是不要把 這種變數 或韓式 放到 這一個 ShopManager 這個Table 變數裡面就好了 那這邊呢 我要額外補充一點 我一般呢 會將這一種 儲存物品資訊的Table存成另外一個 ModuleScript 不會把這一大堆的資訊和變數啊 韓式 這一些 通通給混雜在一起 這種專門儲存資訊的ModuleScript 有一點也非常重要 這種ModuleScript呢 應該要 只能 讀取 為什麼呢 我們接著講 一個ModuleScript裡面的 這一個Table變數呢 裡面裝的任何東西 都是可以被改變的 你能夠在Script或是LocalScript呢 就像是對某一個 Object底下的 Properties屬性 來做修改的時候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 我會跟你說要把 專門儲存資訊的 ModuleScript 和一些 提供變數 韓式功能的 ModuleScript 給分開來的原因 因為你 非常有可能 會不小心 將不應該被 改變的資訊呢 在腳本中 進行的修改 但這一點 你也不用太擔心 你藉由 腳本修改 ModuleScript裡面的資料 在遊戲伺服器 關閉之後呢 是不會進行任何儲存 或更新的 例如 現在有一個 儲存物品資料的 ModuleScript 你在某個腳本中 不小心 改變了 裡面的某幾筆資料 但是等到 這個遊戲伺服器 被關閉之後 被修改的內容呢 是不會被儲存的 也由於這種特性 我們可以使用 ModuleScript 來做一些你會想要 暫時儲存在伺服器 並且需要分享給其他不同腳本的系統 例如你的遊戲裡面有一個組隊系統 玩家們之間的組隊呢 是那種 我們不需要儲存到資料庫 永久保存起來的資料 而是那種 伺服器 關閉 或是玩家解散隊伍之後 就可以完全 刪除了資料 並且 玩家們的組隊資料 你可能會想要用在很多不同的腳本中 這類的系統呢 就很適合使用 ModuleScript來製作 不過這個玩家組隊的資料是很重要的 你不會希望駭客可以胡亂修改 再次強調 重要的事情要在伺服器端做 所以 這個組隊系統的 ModuleScript 會被我放在 ServerScript Service 或是 Server Storage 提供給伺服器端的腳本 來做使用 在這邊你可能會想說 ModuleScript也太方便了吧 那這樣 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 我需要跨伺服器端 和客戶端的資料 使用ModuleScript 給儲存起來 這樣子 不管是伺服器端 或客戶端 都可以共同使用這些資料了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 不行 這是一個 在使用 ModuleScript 會產生的一個 很嚴重的 謬誤 我們在今天的例子中 雖然在 ReplayCaddy的 Storage 放了 ModuleScript 來讓伺服器端 和客戶端 都可以共同使用 ModuleScript 裡面的資料 但實際上 這個ModuleScript 會被分成兩份 當我們在伺服器端的 Script 和客戶端的 LocalScript Require 同一個 ModuleScript 的時候 伺服器端會有 自己的 這一份 ModuleScript 客戶端也會有 自己的一份 簡單來說 當你在伺服器端的 腳本 對這一份 ModuleScript的內容 進行的修改 也只是 對自己的那一份 進行的修改 不會更新到 客戶端那一份去 同理 如果在客戶端的 腳本 你對這一份 ModuleScript的內容 進行的修改 也是對 自己的那一份 進行的修改而已 而不會更新到 伺服器端那一份去 這個特性呢 很好的 幫我們保護了 會 跨 伺服器端 和客戶端的 ModuleScript 免於駭客的胡亂修改 不過我平時在客戶端的腳本 使用ModuleScript的時候 最多就是用一些函式 或是讀取一些資料 在GUI上面呈現而已 最後要提到一個 我們在使用 ModuleScript的時候 有可能會犯的 嚴重錯誤 一個 ModuleScript 是很自由的 我們有時候也會在一個 ModuleScript裡面 去使用 其他的 ModuleScript 但是在做這樣子的操作的時候 要注意互相 引用的問題 我們假設現在有兩個 ModuleScript 我叫他們 ModuleScript1 和ModuleScript2 這只是為了我方便講解 請各位在Discord問問題的時候 保持良好的命名習慣 我們的 ModuleScript1呢 Require 引用了 ModuleScript2 我們的 ModuleScript2呢 也Require 引用了 ModuleScript1 這會導致他們陷入一個回圈 而且 這個回圈呢 還是不會 爆錯誤訊息的那一種 當你開始使用 ModuleScript的時候 你一定要小心這一種 互相引用的錯誤 在我們今天這集影片中 相信你已經能夠理解 ModuleScript 它作為一個 幫助 Scribd 寫出更整潔 更有效率的程式 是一個 非常好用的 腳本類型 實際上 ModuleScript 還遠遠不止如此 Roblust中有非常多厲害的開發者 會在 Roblust官方的開發者論壇上 發佈一些能幫助其他開發者 能更有效率 開發 Roblust遊戲的 Module 這也就是為什麼 ModuleScript被叫做這個名字 我這邊呢 取一些 我最常使用的 Module 能安全儲存 玩家數據 而且方便使用的 Profile Service 用來設置 區域 並且能方便 偵測進出事件的 ZonePlus 製作近距離戰鬥的 RedCast HitBus 製作遠距離戰鬥的 FastCast 等等 這些呢 都能夠在 Roblust官方的開發者論壇上面找到 我也會將這些 Module的文章連結 都放在底下 資訊欄和 置頂留言中 留給各位研究喔 克拉克未來也有 很大距離製作 這些如何使用 這些Module 來幫助你更好的 製作 Roblust 遊戲的 影片教學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到的話 希望你現在 馬上幫這部影片按讚 讓我知道 你的按讚 訂閱 留言和分享 都是讓我製作 更多 教學影片的動力 那麼 這裡是 克拉克 我們下部 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